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平台跑路 几户人家联合上门讨债 有暴脾气的直接抄了家伙 王霞让康生到后院躲一躲 康生却想翻墙逃走 结果翻的时候一脚踏空摔下来 动作太大 前院一伙人全听见了 匆忙撑到后院捉人 一番声拉硬拽 连衫带踹之后 那面砖墙就这么轰隆隆倒下了 最大一块砖 正好砸中康生的脑袋 造成了严重的炉内出血 医生说 要做开炉手术 手术费要二十来万 前来讨债的人 原本拥躲在病床前 想把装死躲在的康生奏醒 在听医生讲述完病情之后 个个脸色黯然 骂骂咧咧地走了 人潮迅速退去 病房回归平静 王霞这才看到 角落里椅子上坐着的女人 宋秋燕 宋秋燕是康生以前的老板 也是她的情人 康生那时候是她的专职司机 她大概是看中她的长相 两个人睡到一起 被她丈夫发现后 肩夫淫妇才散了火 五年后的今天 宋秋燕说她跟丈夫离了 恢复了单身 所以 又想找回康生 结果就听说 康生陷如今的悲惨处境 所以过来看看 王霞仔细打量一下宋秋燕 发现 她比五年前老了不少 皮肤松弛 眼皮搭了 眼角好几道细纹 头发干枯 毫无光泽 当初在康生手机里 王霞看到宋秋燕的照片时 内心是何其崩溃啊 对方不仅比她有钱 还那么美 肤如凝枝 光彩照人 一个底子很好 同时又有钱保养的女人 何以在短短五年里迅速衰老 比她这个抹大宝的人还不如呢 王霞心想 糟了 她不会破产了吧 破产了心情不好 所以皮肤变差 破了产没钱保养 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要么就是离婚闹的 也是啊 多少人离个婚就跟死过一回似的 王霞试探地问 你只是来瞧瞧 不是来拿钱给她手术的 宋秋燕疲倦地一笑 我为什么要给她出手术前 除非 除非啥 除非你让她和我结婚 王霞没想过 宋秋燕会要康生这么一坨屎 她只当她是在扯淡 像康生这种花心萝卜 眼高手低 除了泡女人 干啥啥不成 王霞想不出 她有什么值得富婆眷恋的 最多就是 她还念着点旧情 不想看她去死 还想跟她重温一下 曾经的快活 所以愿意花俩名牌包的钱 就她一条贱命 王霞说 那得问问她了 五年前你俩出轨 我就想离 没离成 后来你俩断了 她又开始做 到处借钱投资 我一个普通女人 哪经得起这些 你想要她 我求之不得 她不过是以为 玩笑对玩笑 不料 宋秋燕很认真地回她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也打开天窗书亮话 我可以出钱给她动手术 但等她手术完了 清醒了 你就和她办离婚 只要你们离了 她欠的债我帮她还 不会落到你头上 我还另外给你十万 王霞懵了 就好像一块 你早就想丢掉 却一直没来得及丢的破抹布 有天 忽然有人出高价 问你卖不卖一样 满脑子的震惊 与困惑 最终交织 揉杂出一个 为什么 为什么 世上没男人了吗 有钱单身的 你怕什么 就不能找个好点的吗 这年头富婆 都开始搞慈善了吗 因为我跟康生 有两个孩子 宋秋燕说 龙凤苔 今年四岁 一到惊天炸雷 劈得王霞头晕目眩 但稍稍恢复点神志之后 她正要口吐芬芳 被宋秋燕制止了 你别激动 这件事 康生不知道 王霞真想求求宋秋燕 兜里还有几个雷 一次性全扔了得了 别一个个的哄 受不了 王霞跟康生 只有一个女儿 也是四岁 这么说 她跟宋秋燕 差不多是同时怀孕的 这年头 可为有钱男人生孩子的 三多的事 可是 可为穷屌丝生的孩子的富婆 王霞还是头一回见 当初我自己也不知道 怀的是她的 还是我前夫发现的 我们就是为这个离的 宋秋燕说着 从帮里拿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王霞 这里刚好有二十万 先给她手术吧 不够再说 手术很成功 康生底子好 出血的地方 也不是关键点 浴血取出来就完事了 医生说 她这样的体质 休养个一年半载 就能恢复 待她能下床 王霞把宋秋燕 想跟她结婚 并且跟她有两个孩子的事 说了出来 惊得她 开颅手术 差点白做了 一旁的宋秋燕健壮 从包里掏出手机 翻出两孩子的照片说 你自己几斤几两 不用我说 你也明白 你老婆跟你这些年 过是什么日子 你比谁都清楚 这要是没我 她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你死 你俩离婚 对谁都好 我也不逼你 一切全凭你的意思 眼急手快的王霞 不受控制的 一把夺过手机 先赌为快 照片里 对着镜头 闪乐的双胞胎兄妹俩 果然生了和康生 一模一样的 脸型和眉眼 这哪里是康生亲生的 简直是她亲自生的 她忍住万箭穿心 般的童童 声音里冷气十足 哼 还真是一个 模子客出来的 宋秋燕在王霞那 震惊的目光中 强行收回了手机 康生红着眼睛 因激动而嘴角抽搐 想看孩子 就去家里看 罗路和月月缺个吧 我缺个丈夫 行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剩下你俩谈吧 谈好了给我个答复 还是那句话 没谁逼你 你自己选 这怎么叫没谁逼他呢 刑事在逼他 纯准欲论贪念在逼他 对贫穷的厌恶 和对富贵的渴望在逼他 宋秋燕一出病房 康生就哭了 哭什么呢 哭他何其幸运 这辈子 能有两个女人 给他生孩子 其中一个还是富婆 哭他何德何能 那么有钱的女人 竟然还那么有情有义 不仅给他生了孩子 还掏钱救了他的命 还要给他丈夫的名分 与尊柔 还是哭他即将辜负 这么一个多年来 一直跟他吃苦受罪的 糟糠之期呢 他无需说一个字 王霞就懂了 他的选择 他的态度 全都在这一场 可耻的哭泣中了 他说 王霞 他说得对 你跟着我太不值了 我欠了这么多债 你跟着我 猴年马月 才能有个清静啊 王霞冷笑 够了康生 其实你没那么伤心 何必装出一副 伤心一绝的样子 来恶心人 你只是想给自己 找一个 抛弃我的理由罢了 其实 我是打算跟你离婚的 但是我提出离婚 跟你主动抛弃我 是不一样的 你是不是觉得 自己特牛 特了不起 混账了半辈子 居然还能走 这种狗屎运 居然还有这种 瞎了眼的有钱人 对你死心塌地 其实五年前 我就想离了 偏偏那时候 我发现怀孕了 刚好 你们没多久就断了 我糊涂啊 我以为你们断了 咱们这个家 还能守住 我给了你一次机会 却不过是有多断送了 自己几年 王霞用他粗犷的声音 鞭斥怒骂 清土娃的胸中 全部的恶气之后 答应了康生 离婚的要求 两天后 手续办妥 康生近身出户 王霞拿了 宋秋燕给的十万 至此 他们两清了 王霞回过了 平静的生活 康生也过上 梦寐以求的好日子 王霞听说 康生开了宝马 回了老家 给家里每个人 都发了大红包 他偶尔去 宋秋燕的工厂转转 大家都叫他康总 康总再也不是 过去那个被人追债 东裸西藏 跟条狗似的康生了 他一飞冲天 一起风发 以前那些 瞧不起他的人 现在都红了眼 眼红就要骂呀 见骨头 吃软饭 要多难听 有多难听 再然后 有消息传来 别看康生 现在钱多的花不完 但日子过得 比咱们这些没钱的 糟心不知道多少倍 因为 他那对双胞胎孩子 先天脑瘫 听闻消息的王霞 震惊不已 他想到 当初在医院 见到宋秋燕的时候 他还纳闷 他怎么比当初 老了那么多 他又想到 这之后的几次 女儿每每跟康生 视频通话 康生都是一脸眷柔 精神全无 中间 康生也回来 看过女儿两次 一身名牌 却难掩颓丧 哪有半点 一起风发的样子 他出手倒是阔绰 每次地丢给王霞 一两万块钱 王霞好几次 想问康生 那两个孩子 到底怎么回事 终究是忍了 离都离了 还管别人的狗屁 是干嘛 然而 他不想招事 事却来招他 宋秋燕找上门来 也就是他 这一次的到来 解开了王霞心中 所有的疑团 也让王霞知道了 康生之所以 被宋秋燕选中的真相 原来 并不是有钱的女人 脑子不清醒 宋秋燕走的每一步 都是再三权衡的结果 宋秋燕来找王霞 是来提一个要求的 他想让王霞 尽量小找康生 回来看他俩女儿 不为别的 就因为他有两个 有缺陷的孩子 他不想让康生 在照顾法的那俩之后 到王霞这边 健康孩子这里找安慰 宋秋燕似乎比上回 又憔悴一些 他中王霞苦笑 你有这功夫 还不如赶紧 给你闺女找个新爹呢 干嘛要抢我孩子的父亲呢 你要生活费 我给你就试了 我不怕告诉你 如果我这两个孩子 没有缺险 根本轮不着康生 做他们的父亲 你以为我离婚后 第一时间就来找他的吗 不是 我生下孩子的 第一年就离了 中间这四年 我干嘛去了呢 我给孩子 挑了好几任父亲 结果 没有一个对孩子真心 你能想象 养一个脑碳孩子 有多难吗 况且 我还有俩 我有事业 不可能全身心 放在孩子身上 保姆是外人 也不可能指望 他对孩子 那么任劳任怨 我需要一个 真正对孩子 好的人来帮我 我不在乎他们 是不是图我的钱 只要对孩子好 我花再多钱也愿意 可结果呢 他们花着我的钱 却还不肯对孩子用心 甚至背着我 虐打孩子 上次老大 差点被开水烫死了 他眼里涌出泪水 我是没办法 才走了最后这一步 把他们的亲爹 给找回来 你以为我多瞧得起他吗 康生心眼不坏 做情人 使使力气也还行 但做我丈夫 他不配 王霞三观剧烈 冲口而出 你这么嫌弃他 当初干嘛 给他生孩子 因为我前夫不能生 宋秋燕愤愤地倒 我二十多岁嫁给他 一直拖到三十岁 都没孩子 我让他去做试管 他就总让我再等等 说试管婴儿容易有缺险 说也许 很快就能自然怀孕 其实是因为 他心里明白 他精子不行 就算做试管 也做不成功 但我不知道这个 我不想等了 就偷偷找了康生 想冒充 是我前夫的种 王霞倒抽一口冷气 借种二字 从眼前飘过 如果我的孩子 没有缺险 我跟我前夫 也不会离婚 他反正是不能生 有个野种 总比没有强 所以 他就算知道 也不会说破 只要有孩子 出门面就行了 谁知道 会是这样的结果呢 我前夫不能 接受这样的孩子 可我不能不接受啊 他们是我怀胎十月 千辛万苦生下来的 宋秋燕哽咽落泪 一脸悲气 说着他又苦笑 现在有了康生 我总算能喘口气了 他是孩子亲爹 再怎么也不会虐待孩子 再怎么 也比那些没有血缘的强 保姆不想干 或者干不到位的那些事 他好歹也会伸个手 孩子去医院做康复 或者在外面透气时 他好歹也能接送看护 晚上孩子闹夜 好歹也有个人 爬起来安抚 我知道他也烦 也累 所以 我给他办了高额度的信用卡 让他想花多少 基本上就能花多少 让他习惯这种奢侈的物质生活 有金钱绑着他 又有血缘拴着他 才能让他不那么轻易离开 这一刻 王霞竟不知道 该对他寄予同情 还是嘲讽 他本应痛恨 抛弃他的前夫 却在知道他有始至终 只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之后 软了心肠 对他由憎恶变成同情 唾弃变成了唏嘘 果然 感情事件 并没有那么多的狗屎云 事件 也没有那么多 无缘无故的深情易重 美好的背后 或许藏着金银算计 幸运的背后 也可能是巨大的不幸 自以为备受命运眷顾的他 不过是他人 万般无奈之下的 莫等选择 康生这一生的好运气 都在他犯下下半身错的那一刻 消耗殆尽了 现在的他又能怎么样呢 就算知道被欺骗 被利用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 一路走下去 王霞本应憎恨 这个破坏他婚姻 以金钱玩弄他人一股掌的女人 却在看到 他作为一个母亲的脆弱和无助时 不忍再骂他 最后 他只能回他一句 放心吧 我女儿懒得跟人抢爸爸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